第五期之後再來就是等我們第六期 第六期就是要做高端 那有的人說我要為國家來 這個時間到了 我們的這個議院登記已經結束了 你等8月16號早上10點到8月18號 早中午12點這個時間 你接到簡訊請你一定要上去 預約時間地點 那預計施打的時間是在23到29號 來 那我們中華官單選高端有9117人 那複選的有45111人 那以上有54228人 但是有收到中央簡訊的有29402 那什麼人可以收到簡訊 第一就是65歲以上的中輩 那64到20歲第九類 那另外就是64歲到這個36歲的一個民眾 都有可能在這一波裡面 接到高端的這個預約的一個通知 那預計施打的時間是在8月23到8月29 我們也會是疫苗的一個供應調整 我們的一個場次 同樣子 這個煮了之後 他要請你15分鐘到30分鐘 一直要坐在那裡 沒有問題 我們才走 因為這個最怕就是藥物的過敏 那原則上在30分鐘之內就會顯現出來 那你煮的地方會紅症疼 都症疼 甚至你的感覺很疼 頭疼 肌肉痠痛 體溫升高 尾管管疼痛到噁心 通常的都很輕微 整天的賴都會消息 那有的人呢 回去會發燒 所以要拜託你 要回去之後要多喝水 但是是喝水 不是要你灌毒膏 那天一個一灌灌 一千四十罐 那裡也出事情 不行 那你如果48分鐘以後 要發燒 我們就比較注意 來看一個醫生 那你在這個過程中發燒 你如果覺得不太爽快 我們可以六點鐘吃一顆 這個普拿湯 還是解熱劑就可以了 那一樣 你如果有這個 血液的疾病 比如說你有服用抗血小板 抗凝血藥 還有凝血功能異常 施打之後 在這個注射的部分 你要記得加壓兩分鐘 再做觀察 那接種之後 14天內 如果你有呼吸困難 胸痛 腹痛 四肢腫脹 冰冷 嚴重頭痛等不舒服的症狀 請你要快點來看 看醫生 再跟他說 我們就補助疫苗 齁